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山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 怎么讲呢 你看你们俩来之前 我在这坐着没动窝 已经录了两集了 今天下午在这儿 刚才跟俩经济学家在谈经济 你看进来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 然后刚才马爷一进来 来一句话 今天股市崩盘 我就说这直播过程当中 这给我讲讲 我都不知道外边怎么 路上快到 你这人给我发个短信说 今天股市崩盘79点 收益2333 然后后面两个字崩溃 然后我就打电话问 我说你怎么崩溃 手里持有股票 我从来不买股票 但是我很关心 老师看一看 为什么呢 你不买 这他有什么好崩溃的 我有股票的人 我都没崩溃 对 我是因为我觉得股票 没有什么收益 对于我们百姓来说 因为喜欢古董的人 你都很清楚 还不如买股票 随便弄个东西都比那个事好 而且他赔不赔的 他在我手里 那个是没有我操控的能力 是吧 是 我也不好玩 这起码我买个杯子回来的 有个伴还能玩 那什么都不能玩 然后突然人通知你说你那缩水了 你就很痛苦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概念 说崩盘 我不太理解什么是崩盘 是不是咱们叫外行 就说他股市破产了是吗 没有 他恐慌性的抛售 今天都是恐慌性的 为什么恐慌性呢 这有什么原因 我也不太懂 没有征兆 所以经济学家有没法判断 如果你要能判断 你还不如是一占谱的 对不对 算卦 对 他这个就是没有太多的征兆 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好的消息散出来 没有什么 无非就是今天好像是说过 这个公行发点刺激贷 然后说欧债问题 欧债问题嚷嚷好多天了 对不对 欧债现在外国人欠点心 咱不还要报欧洲的吗 对对 咱都是那么股 咱怕谁啊 他就崩了 这个崩呢 就是那么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大家对股市没有信心 为什么没有信心 因为股市瞎事太多 假事太多 因为这次证券会 他就一个 就像你们古董行里一样 一样一样 对 比古董甚至还多 古董假都是假在表面上 这个是假在深层次 你比如这次 这个这个 证券会一个新规定 就创业板 是吧 这个退市 退市 而股市要求呢 这个分红 你知道为什么要求分红 股市分红是天英地义 当年卖股票 美国人就是为了给你分红 当然了 但是一个很很就是不太愿意向大家讲的数据 最终向大家讲出来了 就是这20年 股市20年以来 所有的分红加起来还不低 印花税等于没分红 这个恶果就会逐渐出来了 那我不是傻了吗 我还买股票 对 连爱手里还有股票 对 但是我因为我已经太久 因为我买的时候比较高的时候买的 然后它已经跌得很惨了 没错 所以它再怎么跌 我也就已经 就那样了 就不想这事了 你看我仍然精神焕发的 坐在这里很happy 对 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能够操纵股市 反正我一卖它就涨 我一买它就跌 但是说这个假事 最近反正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是微博控 特别喜欢在微博上看 最近方舟子先生又出来 叫嚷了 说跟李开复干起价了 我也不知道 你给我讲点 说是说李开复造假 造什么假 说第一 就是他好像在他的书里头 有说到他跟奥巴马是同学 然后结果方舟子就去查 他们俩同时进学校 什么读的科系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查一对时间 没有可能是同学 然后把这个就发上网了 然后就为这事 好像还干了蛮长时间的价 反正意思方舟子说你是什么青年导师 你这样误导 这个青年人要炫耀什么的 类似于这种 说他的那个助教身份 是一个 他说是副教授 自己说副教授 然后他说应该算一个 类似助教 就到不了副教授这一集 他讲了很多 后来我专门打电话还问了问 我看到这呢 说很多风头界的人都支持吕开赋 其中有薛满子 然后赶紧跟满子发一短信 我说满子这副教授 英文里跟助教有什么区别 满子说不清楚 赶紧给我打一电话 说我跟你说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跟我说白货半天 就中国没有 就是他所谓的助教 没这一集 他相当于一个什么呢 相当于用军衔说 比较容易说清楚 相当于准将 他不是将军 是准将 他也不是校官 他这个应该叫准教授 这比较准 但是你跟中国人说准教授 这他们这听着有点不太通 副教授呗 不是副教授 不是副教 助教 对 助教是一打杂子 中国人认为是吧 助教 助理 相当于助理 这种感觉 助教在中国的大学里 可以是学生去认的 清年教师吧 清年教师 对 对他是相当于一种 反正比助教高 比那个副教授低 副教授就是教授了 正副都是教授嘛 所以你说 在这个翻译章 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那么方舟子呢 认为李开复呢 就是刻意的提升身份 把这个准将说成了少将 说成了将军了 就这意思啊 然后我今天我还看到了 李开复发的一篇微博 意思呢就是说呢 他说他也其实也不能确认自己曾经跟奥巴马做过同学一起听过课 只是后来奥巴马做了总统之后 他们曾经的同学给他打电话说 你知道吗 奥巴马还曾经跟我们一起上过课呢 曾经我们还是同学呢 什么什么的 他就把这个事呢 就就写出来了 然后他今天还做了个道歉 意思呢就是说 以后再也不会说这样的事了 特别是自己还不能够确认 也是听回来的事 省得让人家觉得他自己特别炫耀和浮夸 然后你做太多 对 这个炫耀的心理啊 所以当然不能怪开复了 对 这人人啊 都会都有 你知道呃 今天判了一个 你说股市这个 我就想起一些猫腻啊 今天判了一个俩国家干部 好像是国家干部啊 一个判4年 一个判5年 这俩呢都是这个泄露国家机密罪 大概泄露的是经济情报 大概泄露经济情报 然后他们的律师啊 给这俩干部 都是这金融委啊 什么那那那那种委员会里边的 给他们辩辩辩护 就是说 他们泄露这个机密情报 可真是没拿钱 嗯 说真没拿钱 说纯出于炫耀心理 就是我知道 我告诉你 你知道北京这种人啊 还歇毒 我叫一些人 我认为他有信息狂 你知道吗 他真是就是说 自个儿也不占什么便宜啊 但是他觉得 这是不是显着自己重要 就是你们说的事 我什么都知道 感觉中南海他当家 就是而且这种人 耳朵都是竖起来的 到了哪个圈子啊 竖着耳朵打探一切 嗯 你前脚跟我一说 后脚我去另一屋 就全给你卖了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 哎 人是不是有这么一种信息的 对 他是一个文化心理 中国这类人特别多 你比如说啊 我在无数场合 听到某人说 他跟窦文涛很熟 只要我给他打一电话 对不对 他说我肯定想不起那人来了 他只要跟你吃一次饭 他说他跟你熟都不行 没错 你一定也听到过 别人说跟我有多熟 有很多人来问我 我说我确实记不得那人 因为见的人太多 记不住 他愿意炫耀 他作为是生活的一个资本 这是我们 就是一种文化病 这种人特别多 我还因为这事跟一个 就是男性的友人 就是差点就是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绝交吧 反正后来我也不太 我们之间也不太会联 也不太联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天晚上 他给我打电话 因为他的 他现 他那会的女朋友 是我介绍 他们认识的 就那天晚上很晚 他给我打一电话 反正就是说 哎呀 我今天跟他吵架了 怎么怎么地的 我听他挺荡的 说你要不出来一下 我想跟你聊聊这个事儿 就是挺失落的 新词 不是吗 英语 对 我们 挺低的 以后 以后我不能这么英文 加中文这么说 挺跌的 跌的 听本 然后我就当时就有点着急 因为我打那女朋友电话 他就关机了 我有点慌 我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都已经睡下了 我起来穿衣服 我脸什么都没有 随便扎了 就出去了 然后他说在哪里 他吃点东西 他一天没吃饭了 然后我就去吃宵夜 地方找他 一看坐了一桌子的人 好像都还是男 男士 坐了一桌 然后他特高兴 我来了 坐下去说 你看 我说他是我好朋友 我叫他就能出来 然后坐下来跟我介绍 说 谁 我当时就基本上就属于 穿了一个睡衣外面 再照了一件衣服 就冲出来的样子 你知道吧 然后 当然我第一 我也有点虚荣心 我心想你既然要介绍 这么多异性朋友 给我认识 你好歹通知我一程 让我打扮打扮 对吧 你不要用这种方式骗我出来 第二 我就心里特别恼火 就说你把我跟你之间的这种情意 当做你一种炫耀的资本 你说这 以后还能是朋友吗 所以这个确实是让我 为了那一桌子男人 你看他失去了你 是吧 这是说这个人 是心里多发虚 对 是吧 就是说为了一种 那个场合上的一种虚荣心 这算是 今天的社交场合 看的最多的就是这种人 就是他拿一电话 提起某一个人了 他有这个人的电话 他打一下玩的话 说一个不着调的话 因为我经常接一种不着调的人 打不着调的话 不知道他什么意图 后来我想他一定是在饭桌上 跟别人在炫耀 对对对对 对不对 你碰到过这事太多了 他接的这一电话 而且他不但他跟你说 还是说 那谁谁谁 你跟他说是吧 这事太多了 我让人特烦 你知道吧 还有一导演跟我讲 就说有一天突然接的一电话 说还在伦敦呢 他说我没在伦敦呢 在伦敦谈咱们这电影呢 我这身边有一个女演员 可以到你的戏里 当女主角 你从伦敦回来之后 咱们单聊 他说我就在三里团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爷给咱们今天定了个题目 社交百态 我觉得这话题很好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事例啊 就是说我们伦敦啊 什么演员啊 上你的戏啊 我原来有两个好朋友男孩子 他告诉我听说他们泡妞 就追女孩就用这招 就是你知道怎么 比如说你们俩是好朋友啊 死党你们都知道 互相会用这一招了 然后呢 比如说这女孩就坐你旁边 然后今天第一次见面 反正你也知道这姑娘 什么来路怎么样的 需要缘什么 刚好你就给她打电话 说王处长啊 咱们那个生意到底怎么样 我那一个亿什么时候 你打 对 哎呀没事 没事 咱们吃个饭吗 挂了电话说 就说哇 你做好大生意的 没有没有 对方是什么什么人 把一个虚构的身份加过去 也不要太离谱 合适就好 对 然后上意就行 对 反正就说的那女孩吧 就就觉得很敬仰 很崇拜 然后呢 他说他们 我说得手吗 就是用这种方式泡妞 得不得手 他说得手的情况不多 最后都被人托付 找工作这事比较多 哎真是 马爷平常经常碰见这种 不是 说你那个还是属于低等级 对 现在有高等级的 比这很简单 就是花钱到这个市场 买一法拉利的车钥匙 车钥匙就够了 车钥匙 花200多块钱买的好一点的 然后呢 配一个名牌的这个钥匙链 一进门呢 就到这个酒吧 泡女人嘛 哗就扔在吧台上 女的就冲上来了 然后一通喝酒 完了以后 这个小姐就说 她一会开车回去 说警察现在喝酒抓的颜色 大家打第一回去吧 就回去了 明白了吗 这也是一招 对 这也是一招 就这一把钥匙没车 哎呦 你说这个女孩啊 我有时候 虽然咱们都说起来啊 都觉着好像说女人就爱钱 这年头 但是说实在的 真交往的时候啊 我们还是有点害羞啊 或者是就是不会觉得啊 真的女的就看钱 因为我想起什么 我曾经帮我一个湖南的朋友啊 介绍也是介绍一个女朋友 她就是很有钱 可是你知道那种湖南的那种那种老板吧 她这穿的吧 也跟湖南工人农民都差不多 对吧 她也不 她的功夫都不在表面上 她就是老追这个女的 她爱上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女的死看不上她 那女的死看不上 死看不上呢 到后来啊 都变成这女的等于说 其实就是为了我的面子 因为只有我在 我着急他们吃饭 这女的才愿意光临 你知道最后实在没折揉 因为我自己都不太相信 我说 我说哎 他确实他就看不上你嘛 对吧 我说你要不会给他漏漏财 对吧 我都没敢想 我觉得女孩哪能那么直接 就说你有钱 那不成卖的了吗 对吗 对啊 结果后来还真好使 就太好使了 这个女孩一旦知道 她的财富水平 态度 马上就不一样 不是说就爱上你了 态度不太一样了 就起码尊重了 吃饭不需要我在了 可以单聊了 哎呦 这所以我就真是 不是 他这有一个社会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把有钱作为成功的 唯一标志 对对了吧 过去不是 过去你有钱 你可能并不成功 今天的社会明确的给全社会一个信号 有钱是成功者 那所以女人找到一个成功者 顺理成章 心里也可以解释 对 至少愿意跟你交往 对 对吧 对 而且我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一种心理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的说法 就是觉得一个男人 如果他能挣来钱 证明这个男人 最起码脑子是灵光的 对吧 聪明 是机灵 对 是聪明人 就你不能说他有智慧 但最起码是聪明人 然后有能力 要不然他怎么能挣到钱呢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反正最起码有这两点 能证明这两 这个男人最起码有两 这两点优势 那我问你 要是像你这样的 就是互联五字方针的 就是自尊自利 自爱自强的 这种女的 你也会特别看重这个吗 说实话 我真的 但是不能财富水平低于你 那无所谓 他真是不在乎这个 你 我不在乎 就比你挣钱少 不在乎 我之前男朋友也不见得 都比我挣得多 那我在乎 不是 我说他 他在 你是男的 别乱 你不在乎 男的在乎 对 可能我会 我发现到后来 其实比如说 我跟我的男朋友 会出现比较重大的矛盾 都会觉得 就是 我后来想 他可能是因为他在乎这个事情 因为比如说有些意见 我提意见 他他就坚决不听 坚决不认可 因为他觉得凭什么 你就是一定是对的 你的 你的悬殊越小 矛盾越大 你悬殊越大 越不怕 比如这男的就彻底没钱了 倒反而还好 就怕是什么 略低一块 这种是最可怕 要不然你就略高一块 略低一块是最可怕 那我还就真的不可能彻底没钱 没错 对 那个是个 我跟你说 特大的问题 还不光是这样 你比如说 我也听他们聊过 你好像 要不是说一对画家 要是夫妻 你要是两个人的名气成就 相差很大 倒没事 也没问题 但是要差一点 夫妻之间 很别扭 很怪异 很怪异 对吗 你或者主持人 你找一男主持人 对吧 你们俩差一点也差不太多 是不是会别扭呢 我没有找过男主持人 那反正就是到这儿 其实是不是男人更心理虚弱 虚弱 而且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男性主导社会 这个必须承认 就全世界范围现在都是这样 然后他给你的文化心理及社会暗示是这样的 如果你略低一点 是最抬不起头的 因为略低一点 理论上是可以增上去的 理论上是这样 对吧 对 你低的很多 你比如 咱跟刘翔去跨栏 咱一点 咱一点都不跌分 咱只要能跟他上场 咱就不跌分 对不对 跌分都是运动员 这事 对 这就老有个高低 很难受 因为为什么 因为总会拿出来 比较 如果你差很远 人家也就不比较了 反正就这么回事 也不会成为人家的谈资 但是如果你差不多的时候 人家总会撩你们 说哎呀 你看怎么就差一点 什么搞不好 还是他养着他 怎么怎么的 类似 我后来觉得 因为分手了之后 再听回的这一些话 我觉得他承担的压力 比我大多了 所以我就对后来 我们分手之间 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 就是不愉快的事情 反而就释然了 觉得哦 那其实我也理解了 他的压力确实很大 然后他特别是年纪 又不是很长 又没有经历过什么 又不像你们俩 这么有智慧的情况下 哦 他就会有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 就有一些反 就反应会过激 然后会觉得 就是被人看不起啊 或者什么之之类类的一些事情 啊 对对对 你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他反而就变成一种 要显示我的存在 对 没错 所以跟你拧吧 就是特别拧吧 就到后来就觉得 怎么怎么都不行 怎么怎么 而且我得特别小心的跟他说话 你生怕有一句什么的 他就炸了 就觉得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样 对 我其实没啥意思 对 他现在是这样 社会的 他主要是 钱是一个衡量标准 在过去社会 就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 他是个很重要的标准 不是钱 因为大家都挣的差不多 他是知识 对 所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同一知识领域的人 结婚是最可怕的 明白吧 搞文学的跟搞文学的 那叫我 互相插的 都没事 搞医学的跟搞医学的 所以当时就不建议 在同一领域里选择配偶 就是你换一个 你谈医 我谈文学 咱俩什么 谈不到一块去 这没高低 对吧 你谈文学 说你的谈的还是乡土文学 我谈的都是拉美文学 把他一下就谈不到一块 他就会出现 就一句话 有时候其实夫妻之间 尤其在公共场合 当着别人的时候 你不经意的一句话 你不觉得 但是他会特别敏感 他马上回去 回家就给你拍桌子 你那句话什么意思 你说哪句话呀 那你比如说 这样是柔道运动员 能找柔道运动员吗 运动员 我倒觉得男女倒无所谓 因为咱们运动员男女 都是有级别差的 你说的是这个脑 对脑力 劳动 就是说知识分子 你在科技界 你同意学科 特别不容易在一块 昨天我听到一个论断 就是说他经过一个调查 好像是圆月吧 说经过一个调查之后说 如果你是女强人 就类似现在我们给女强人定的标准 什么高高智商 什么高工资 什么什么类似于这种的三高 三高 海浮精 这三高这种女人的话 你就最好越早结婚越好 赶紧有家庭 赶紧有孩子 就越容易幸福 如果你是工作狂的男人的话 越晚结婚越好 因为等你到了一定事业有成 受到了有一定位置 受到人尊重以后 你就能找到更好的配偶 反正就是说 我已经过了越早越好的 他怎么不早告诉我 这很难 这个这是理论上 都是总结的 跟实际上不可能的事 没错 而且你看最近我跟几个 就很优秀的女人 什么扎剑英 徐静雷 我们做节目 我就受到他们的教育 我发现他们也会觉得 你们这一套规律都是俗套 也等于说 为什么什么样的男的 和什么样的女的 也可以在一起 那你想他们就觉得 那我这个 所以本质上讲 也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 是都是人和人之间的 一个关系 他们又给我这么一种理解 就好比说 不要说什么事业型啊 或者说女强人啊 我就是事业上有点成就啊 我也有女人的需要 也会温柔可人 那男人呢 也是可以自立自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他主要不相配就行 他要相配就肯定不行 这两个人都是强